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女人最梦寐以求的就是一辈子见简单单的幸福 但是有的女人不仅能够获得一生的治安 也能够有足够的经济支持 这样的女人可不是简单的只靠自己老公的经济支持 关键还要靠自己的本事 如果自己没有本事的话 那么再优秀的男人也不会去你 再高兴地工作也不会自动找上你 看看富贵女人的七大特征 你占了几个呢 一 气质优雅 优雅是一种有韵味的梅 自内而外 一拼一笑饱含深情 优雅可如杜丹于笑竹香 真可如梅花清油淡雅 但重要的是超凡脱俗 气质逼人 高贵的女人最是优雅 她们的美丽并非是天生 而是文化的陶冶 和学实的滋养 正所谓富有诗书气质滑 运味便由此而来 她们也从来不会寻求外在的物质 来表现自己的优雅 因为这是她们自带的一种气质 优雅是女人一生都需要追求的东西 二 带人宽容 大海因为能够容纳白川 所以可以成为浩瀚的海洋 有人说 不要因为你的敌人而燃起一把怒火 灼热的燃伤 你自己 对于所述的伤害 宽容比复仇更高大得多 如果自己能够宽容别人 不但自己能够及时释放心理垃圾 同时促使对方 与自己友好相处 假如别人伤害了自己 千万不要只会怨恨 关键是要学会宽容 并且避免被别人再次伤害 心胸太狭窄 绝对是一件坏事 报复心太强烈 只能害自己 宽容别人 不仅是自己的一种美德 更是让自己健康 长寿的秘诀 宽容是一种非凡的气度 宽广的胸怀 是对人 对事的包容和接纳 女性的宽容 更是一种高尚的品质 崇高的境界 她是精神的成熟 心恋的风影 宽容是一种 人爱的光芒 无上的福分 是对别人的释怀 也是对自己的善待 宽容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生活的艺术 是看透了社会 连生以后所获得的那份从容 自信和嘲认 学会宽容 能使自己保持一种 甜淡 安静的心态 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总人为一些闲言碎语 磕磕碰碰的事情郁闷 恼火 生气 总去找人诉说 与对方辩解 甚至总想变本加烈地去报复 这样会耐误自己的视野 失去更多更美好的东西 富贵的女人 都有一个宽容的心 她们想对别人的误学 把真相留给世间 她们宽恕别人的错误 给她们改正的机会 宽容的女人 有一个慈爱胸怀 有一种豁达的信心 这是她们人生的自我修炼 她们不追究 她们诞人 她们懂得宽恕 不会步步紧逼 她们懂得微笑 从不不够大吗 她们的魅力 就在于能让身边的人 感受到温暖和爱 三 心地善良 富贵的女人 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她们深刻地懂得 善待他人 就是善待自己 要想得到别人的爱 首先要寻规爱别人 她们有一颗温暖的心 乐于帮助他人 不为小事斤斤尽小 不应得失大喜大悲 善良的女人格外美丽 她们的美是由内而外的 心灵美才是真的美 女人可以不漂亮 但一定不能不善良 即使有一天容颜不在 生命也会因为善良 而年轻美丽 也能优雅地老去 永不凋零 心地善良的女人 从来不会惧怕生活 带给她的困难 富贵的女人 都具有诚实的品格 她们真诚地 接纳别人 坦荡地开放自己 与你分享 她们的快乐和痛苦 毫不避讳 毫不掩饰 面具对于她们来说 是多余的 她们只做真实的自己 因为胸怀坦荡 所以能受人怀疑 因为诚实 所以大忌 诚实的女人不做作 因而总能得到 更多的信任 人生之路必定富贵 诚实的女人 总能在合适的时候 说出自己的想法 给别人提出 合适的意见 因为你的诚实 她也会更容易 受人信任 跟真诚的人相处 会让人内心舒坦 不会有太大的欺负 五 出示乐观 乐观是一种 积极的生活态度 乐观的人 看到半杯水 会因为还有半杯而欣喜 而悲观的人 却并非如此 乐观的人 即使身在寒冬 也不忘春天将至 乐观的人 永远相信黑暗 是黎明的纤细 富贵的女人 都有一种乐观的心态 因为乐观 她们始终微笑着迎接 人生的苦难 因为乐观岁月 并没有在她们的容颜上 留下过多的痕迹 她们积极进取 笑面如花 让自己的生活 充满生机 也让身边的人 感受到阳光 六 懂得低调 高贵的女人 懂得谦虚 做事不张扬 不炫耀 也懂得时刻 丰富自己 充实自己 让自己的才华和品德 闪闪发光 而那些低级的女人 并不如此 她们爱好外表的美丽 忽视内心的充实 许荣心太强 时刻表现着自己 生怕别人看不到她 听不见她 但是低调的女人 并不意味着 她会微微缩缩 会自我轻视 她们懂得 在合适的时候 说合适的话 在恰当的时候 表现自己 用正确的态度 和与其建议 身边的朋友 这是因为 她们自己本身 就有底气 是一个完整的 充实的我 才能在时刻 都表现得 不卑不亢 其 性格开朗 开朗是一种情怀 你留恋笑 对他人时 心底的那份 坦荡无私 开朗是一种境界 你了然生命的 无奈与虚空 却选择畅 却选择畅快处之 开朗是一种姿态 你感叹 人事分杂 倒不如举杯欢迎 高贵的女人 总是开朗 她们笑声朗朗 果断爽快 心怀大爱 不拘一截 举手投足间的自信 散发着无尽的魅力 贪指辅救 一世繁华 刹那 亦幻化为永恒 但是 这并不会说 她们从来 不会有伤心的事 她们会隐藏 自己的情绪 总把伤心的事情 留在晚上 慢慢地去疗伤 但是一到白天 她们又同样 热心着 同样没心没肺地开心着 富贵不只是 说财富和生活的幸福 更多的是内心的修养 和品性向的修为 富贵的女人的内心 一定是善良和开阔的 怀着对他人的关爱 也怀着对生活的感恩 富贵的女人 品性一定是 闲静而平和的 注重修身养性 也注重对自我的要求 这样的女人最美 这样的女人都好命 愿你同样 做个富贵的女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